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玛 营养师又放新区情报了 那么老规矩,我还是要来做一下猜测 虽然最近几次根本就猜不中了 关于下一只新世神是谁 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是SP鬼头丸 那我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我也认为是SP鬼头丸 会让我认为是鬼头丸最重要的一个线索 是现在放出的新区图标 图标上方露出了一小节铁链 那么大家都知道 鬼头丸最喜欢的play就是铁链了 图标中间的图案是两只鬼头 后面那只鬼头的额头上 露出了一点点环状的纹路 这种纹路的画风和SSR鬼头丸 用铁链牵着的小鬼头上的纹路 是比较接近的 这里个人认为可能是同一种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文案方面的信息 新出的名字叫天罗地网 关咪的文案是英雄之城中 不休的图路正在上演 无边罗网弥漫天智 这个感觉像是在玩永接无间 感觉有人组织了一场吃枝 大家玩起了大逃杀 那我觉得这也比较符合 鬼头丸的兴趣爱好的 它是一个斗S嘛 它喜欢杀戮 想要去猎杀鬼王什么的 所以说组织一场吃枝 感觉也很像是它会干出来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剧情方面 应该也是比较吻合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场外形式 应该很多人知道 当年的鬼头丸是有一个废案的 曾经流出过一个善恶双绳的版本 但是最终没有落地 所以我们看到的SS鬼头丸的剧情 应该是经过一些缝缝补补的修改 会有一些突兀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有点雷声大 雨点小 鬼头丸一上场的时候非常凶啊 说什么要猎杀鬼王 感觉他要拳打大江山 脚踢玉藻前 但实际上并没有闹出太大的动静 这种感觉就好比说 中国足球说要备战世界杯 实际上他连亚洲吃预选赛都过不了 就会让人觉得你前面放下的豪言壮语 似乎是没什么意义的 这一点就和大悦玩八十大蛇 那些真正可以推到我方高地水晶的大boss 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 因此个人猜测 可能还存在着一个更加凶残的版本的鬼头丸 曾经可能有一些素材还没被使用 那现在到了可以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新区的背景图片上的内容 可以看到一座城池对吧 那你觉得这个地方是哪里 我个人觉得这里应该就是平安京了 因为它的城市化水平非常之高 不大可能是夜刀神里那种偏远村庄 这绝对是一个一线大城市 通过这张图所传达的氛围 我觉得这把鬼头丸应该也要推到我方高地水晶了 就和大悦玩和八十大蛇为似 最后来讨论一个我不太确定的点 大家知道六条片是有出过宣传视频的 如果根据之前的更新规律的话 那么下一只新市神对应的应该是这个剑影 但是看这个剑影怎么看 也看不出和鬼头丸有半毛钱的关系 因此我个人觉得 有可能下一次更新会跳开六道片 暂时和那个剑影没什么关系 先戳一段番外 可如果我错了 下一次更新就是那只剑影 并且那只剑影真的就是鬼头丸 那这里就有一些东西需要去分析了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那个剑影非常圆 基本上圆成一个球了 那这里不可能是鬼头丸吃胖了 所以只能是图片上面 还包含着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使得整个剑影看起来占地面值非常大 那别的一些附加的东西会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传说中的鬼头丸是怎样的设定 我找了一张传说中的鬼头丸的图片 图上的内容是它割开了一头牛 躲到了牛的身体里 阴阳吃力的SSR虽然是爆改的 但其实也用到了牛的元素 它的裤裆上就别着一个牛骨 躲在一头牛的尸体里 这是鬼头丸最最经典的一个形象 那它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在传说中它是想干原来光但是干不过 所以只能找个地方躲起来 不讲武德搞透实 虽然最后还是搞不过 那很显然游戏并不会用到这样的故事 但我觉得它扒了什么东西的皮套在自己身上 这样的元素没准是会被沿用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SSR鬼头丸CG中 有过这样一段台词 这说明鬼头丸真的有扒别人皮套在自己身上的癖好 这一点和传说是吻合的 联系到剪影师一个球 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可能是套着什么东西的躯壳 当然肯定不会是普通的牛了 有可能是有一只非常强大的妖怪被鬼头丸杀死了 然后它的躯壳为鬼头丸所用 变成了一个漂浮在后面的这样一个东西 你想象一下硬仰式建模 很喜欢用类似的画风 漂着什么一个巨大的东西 所以看起来是鼓鼓囊囊的 好吧这就是我个人的猜测了 当然这个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你也不要太当真 仅供大家参考 而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欢迎交流讨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